好 在刚刚下午1点19分的时候 又发生了规模5点9的地震 那么目前已知这个地震的震源 是在台东的直上乡 深度大概是11点1公里 目前在双北市的消防还没有获报有灾情 最新情况赶快连线记者林坤庆来告诉大家 坤庆请说 好 主播其实带大家来掌握最新的地震的消息 那么相信刚刚不少的民众都在刚刚有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提供的最新数据 那么这个镇样是发生在台东的池上乡的部分 池上乡的部分距离昨天晚上在关山的6.4的地震 其实距离这样的近就在旁边而已 那么刚刚1.19分发生的这一起的地震 那么规模有达到5.9 那么从昨天晚上的地震一直陆陆续续到现在 其实已经不断的有余震的发生 而且可能已经超过五六十个余震之多了 那么这一起的余震的这个规模达到5.9 那么可以说是从昨天到现在算是一个幅度比较大的一个地震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局提供的一个资料 那么这一起5.9的地震 那么其实包括在花莲县的复礼 这个震度有感受到这个五强的一个震度 那么包括在台东县的成功 也有达到这个五弱的震度 那么其他呢包括上是在南头的玉山 其实可以感受到四级的震度 那么其他包括上是这个嘉义台南云林 还有其他中部地区都可以感受到三级 那么刚刚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也有感受到这个摇晃的部分 不过呢包括上是在台北市 还有新北市的部分 那么都是两级的震度 好另外呢在这个澎湖马公 其实也可以感受到一级的震度 那么中央机商局也提醒了 其实呢在昨天的地震发生之后啊 在未来一个月可能都会有余震的发生 尤其在这两天都要留意 可能会发生规模超过5亿上的余震 那么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了 那么以上是来自地震的最近消息 把时间还给主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